还有这个啊其实它常常也是变音的 阿姨的样子好搞笑 那么虽然可以写这个啊 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我们要读什么啊 好搞笑 你自己想一想啊 你自己想一想那个笑字 笑 嘴已经到这里了 从这里说啊一定是读哇 哇这个啊也是要变音的 你千万别介意 呀可以写后面的那个括号里的也可以写前面的 但是翻译一定要读呀 下面这个啊 下面这个是我们原来的故事 它是这样写的 但是其实这个呀写的是不对的 你看我们应该怎么读 还不快点把金带拿去换钱 你看你想一想钱啊 钱 他钱的最后一个你的舌头是在哪里的 钱 那是有这个 嗯的音的 音的音的音 那么在这里发啊要读什么呀 那 所以这个字写的是不对对不对 不能写呀的啊 是钱 应该是哪 多音字呢 这几点需要我们同学平时在练习的当中你要多积累这个字 不要就是说这个字我这么认识 你以为只有一个音他就 我认识这个字 那么在文化当中多音字是非常的多的 类似的比如说这个啊 什么叫小猪啊 可恶 可恶 小朋友很明白哦 可恶谁教你的啊 可恶 老师啊 是不是啊 哎 老师都好 就叫他可恶 那你要叫他可恶 他就以后就可恶了 所以我们老师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你教他他就 教的对他就学的对 你教的 教错了他学的也快哦 好 我一定要找你出来烧 这句话是有语音缺陷的啊 是语法缺陷的啊 我一定要找你出来烧 这个是语法缺陷 我们就不是正确的一个句子表达方式 等一下老师再讲啊 多亏公鸡教学我 我什么去干活呢 我得 我得 要我得了 当然是吧 不能说我得去干活 你当了国王也该什么 帅 帅 哦这个就有问题了 很多同学读什么 帅 帅 老师是不是 哎 帅心如意 帅 不是帅哦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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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计堆字有一些方法的 你比如说这个称字 其实读称的音就很少 那我就专门把这个称的音记住 我其他的不会错了 也就是这种方法叫记少不记多嘛 啊 记少不记多这种方法 河马太太竟然胖的被门给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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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這種情況就是卡住了,卡住,什麼時候讀卡,也是不太多的這種情況,我專門記一下,好,專門記一下 好,那麼這個就是多音字,多音字 那麼同學們希望想法普通話說得好,就是老師剛才說的那幾大類的一些常常出現的問題,你要多研究研究 那麼老師主要是我們以老師的責任是挺大的,挺大的就是找準這個音,要做一些分析,然後再可能補好,補好 好,詞彙與語法的問題,這些都是我們在過往的這個故事當中遇到過的一些問題,你看 那明顯的沒有經過什麼呢,仔細的去把這個,你這個整篇的故事啊,這個,是不是符合我們的語法的規範 你沒有仔細的這個研究一下,啊,研究一下,好,我的爪子就快凍僵了,你開多一點點給我,那麼你開多一點點給我,是不是明顯的廣東話啊 你開多一點點給我,那就是廣東話的故事還差不多,對吧,那就是它的爪轎凍僵了,你再把門如果開開一點,讓我暖和暖和吧 你請用一些兩個句子來表達也沒有問題的呀,所以是這個有問題的啊,這個有問題,接下來,下面這句有什麼問題,這麼好的天氣 天氣這麼好,天氣這麼好,這可以的,你不覺得這個有問題嗎? 這個,這個,這個,普通話說不說?是我們廣東人常常說的,是不是? 哇,我們廣東人常常這樣說,你是不是聽到,內地來的朋友這樣說,哇,有沒有這樣說呢? 不是,是不規範的,我們,你可以那樣說,它是受廣東話的理解,所以這個是不規範的,同學們要注意一下啊 下面這個,是不是小聲點是有問題,應該怎麼說? 小點兒聲,那給大聲地的我們都應該說,大點兒聲 在信地,在信地我們都說,小點兒聲的啊,不說小聲點,小聲點 我最大的一定會當長老,哪有問題? 我力氣最大,應該怎麼說? 我力氣最大 對,你看我們同學都非常棒啊,真的是很好的,你看每一個每一次我問他們,他們都可以答得出來的啊 好,胖道快擁擠不進來了,有問題嗎? 胖道快擁擠不進來了,有問題嗎? 對,擠不進來了,不能說拥擠不進來了嗎? 最後一個,我看哪,不如咱們把這兩座大山一起搬走吧,這個哪有問題? 嗯,我看你,我看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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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 哦,我所有的同學,恩... 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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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 哦,沒有它可以做...哦,加一個會好一點。 哦,加一個會好一點。 但是,不是呢? 看一看。 不如? 诶,对了。 不如什么意思啊? 我不如你什么? 普通话的意思不如就是我在某方面跟你比较是符合意的。 那如果这个普通话的意思是不是分于我的云云啊? 那其实可以用什么呢? 要不? 诶,这样改才行的。 好,很多我看一些老师啊,一些同学都还不错的,都不错的。 可能你们就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应该没有这样的错误的啊。 好,接下来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有的误读词啊,常常误读。 这些字啊,我们可能我一打出来,同学们说,我会,我认识啊,这些我都会读。 但是常常是读错的。 其中也放过一些多音字,放过一些多音字。 那你比如说这个啊,第一行怎么读? 跟同学们来,列一列。 议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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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那么是表达跟自己的意愿有关的议愿。 议愿。 下面是什么手? 匕首。 匕首。 诶。 好,下面是什么量? 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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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用人,很多人都读计量啊。 诶,我听到很多人读计量。 是错的啊。 那不是,字典上不是这样标音的啊。 啊,紧量。 而且,繁体字来说呢,有紧量有尽量。 繁体字的尽量和尽量的字是不同的。 但是简体字呢,尽量和尽量就是一样的写法。 一样的写法。 你去查一查啊,是这样的。 什么理啊? 处理。 处理。 因为是动词处理。 什么碗? 什么大碗? 大碗。 要读第四声。 大碗。 大碗。 下面一个什么球? 抢球。 哎,抢球了。 坚强当然读强了。 什么肯? 中肯。 中肯。 中肯的中国才读中。 下面这个词怎么读? 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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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多少个了? 对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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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什么糊涂啊? 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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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什么呀? 是。 是。 留血。 好。 是。 流血。 流血。 其实这个音呢, 这个字只有两个音。 一个是血。 一个是血。 所以读血的同学也不错了。 但是就是没有这种音是读血的。 而且我们随便跟一个内地的朋友, 那个人说他一定是读血的。 但从了。 记不记啊? 流血。 流血。 他流血。 他差不多都流血了。 那么口语当中我们都是读血的。 你看你手上的吗? 有血。 有血。 口语当中这样读。 下面这个是什么色? 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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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读脚的举手啊。 读绝的举手啊。 诶,还是举手的多的就对了。 女人是对的。 但是其实在一些公共场合,一些明星啊,一些什么, 一些人都是读角色,我们不要对人家学啊。 我们的老师是谁呢? 字典。 我们老师是字典。 同学们,老师要留意了。 我们如果是学校,老师要留意了。 其实现在汉语词典已经第几版了? 第几版了。 哇,这第几版了,这是。 第七版了。 你回家看看你那个词典是第几版的。 还能跟上形式,还要跟上第七版,是最新的。 那么你所有的语语,以它为调种是没问题的了。 没问题的了。 好。 那么。 好了。 之前老师讲的这些语音方面的问题, 希望给同学们,就是提醒一下啊, 老师用的同学们提醒一下, 你要留意,不能乱读不要, 以为怎么读就怎么读。 以为怎么读就怎么读。 要多离,多去问,多去查,多去查。 好。 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讲啊, 怎么样把这个故事演绎的。 我非常的标准了这个语音啊, 那你也要会演绎呀。 那么,一般情况下,你语气要自然。 因为我们平时说话哪有慷慨激昂的,是不是? 如果我们说话的时候呢, 对话的时候,当然要激昂。 看你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一定要有一昂顿错。 一昂顿错。 如果,故事当中如果是有角色的话, 对比较心理。 而我们这个讲故事, 其实又不是话剧表演,是不是? 是通过这个电台。 那你更要把这个角色分明是很重要。 你可以通过你的什么呢? 你可以通过你的,等一下老师看。 你可以通过你的语调,语素,语气,声量, 咬字,发音,断字,断句,来表达一些你需要的一些感情。 需要一些感情。 比如说,我想表达兴奋。 怎么样? 如果说太好了,太好了,怎么样表达兴奋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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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说一下表情动作。 其实我们这个电台讲故事,人家也看不到你的表情动作。 但是你如果在演绎的时候,自然的加一些表情动作, 是不是有助于你的发挥啊? 是吧? 你比如说太好了。 你这种感觉,太好了! 你都很死反的,太好了! 和你加一些自己的表情动作,太好了! 表达是可以帮助你的这个动作呢, 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发挥的。 所以,我不是说一定要有动作。 你怎么舒服? 怎么能决定把感情表达的好? 你动作是可以帮助你的。 是可以帮助你的。 如果表达害怕,怎么表达啊? 我看那一动,我看。 我看我们同学这种感觉挺舒的,是不是? 是不是常常害怕啊? 饶了我吧,是不是? 就表达这种害怕。 没有,就是通过啊,语气。 通过语气,语调,语速,声量。 对不对? 语速,声量,兴奋就是我一定是声音要大。 我如果害怕,我声音当然要小啦。 但是怎么小? 是说给人家听的啊,也不能只给你自己听到是不可以的。 另外呢,再强调几点就是要有整体性,不能只是角色之间的啊,单独的演绎。 角色之间呢,要有一种对象感吧。 就是我在说我的对白的时候,我要想象我是在跟谁说,不是对着一张纸,不是对着一张纸。 你想象你是,它会有什么反应,你也有什么反应,要有对象感。 好,那么可以通过适当的音效来表达。 那么如果是你音效安排得好的话,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什么呢? 轰托的这个作用。 轰托的作用。 所以,但是当然不能太多了。 就是宣编夺主了。 就是适当的音效,是会让你这个故事发展得更好。 好,再说一下内容方面的要求。 再说一下内容方面的要求。 剧情合理、情节、得当、层次、丰富,这是一定是大家都知道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根据就是所要求的时间。 你不能太长,但是也不能太短。 太短的话,那么就很难突排这个层次了。 显得非常的仓促,草草了事一样。 这个挺重要的。 我们这个比赛是不是小嘴巴说大道理。 说大道理。 那你这个故事连你的道理都没有。 那挺不符合要求啊? 就是不是参加我们这个比赛。 一个故事,如果你没有带出一个道理来, 那说出来有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最后的道理一定要说出来的。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听一听。 有一个故事,我们可以怎么样把它演绎的, 按照这个角色的这个性格,我们来演绎。 如何演绎,看一看。 听一个故事啊,听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叫猴子吃西瓜。 对,我觉得语感非常的好啊。 其实这个西瓜呢,是一种清语的音。 如果说我去考试,让我读西瓜这两个, 我读成西瓜,是不可以算理错的。 不可以算理错的。 但是这个词呢,在我们的口语当中呢, 是常常清读的。 这样才符合我们普通话的这种感觉。 读的就是比较地道,读的比较地道。 类似这种音是很多的。 类似这种音很多。 所以,老师也是指导同学们普通话的时候呢, 你要常常就做,要教同学们啊, 这个字,如果读得太重是不好听的。 要把它读得轻一点。 那么如果是查字典呢? 其实字典上都会有这些标记的。 这个词是轻读的音。 那么我们轻读感觉就非常的好,感觉的非常的好。 如果把轻读的音读好了呢? 是普通话水平高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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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读西瓜。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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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这里面有一些人物啊, 我们大家听的时候要留意, 有什么呢? 猴王,是不是? 猴王。 猴一般我们都说儿卦的啊。 没有,猴子。 猴也是比较活活活机灵的。 猴。 猴。 那你说另外一种动物? 那比如说熊啊,象啊,我们能不能儿化呀? 它体型那么大,那么大。 猴王还有小毛。 猴。 短尾巴。 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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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有的时候听我们这个, 有的同学在读儿化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有一点曲线的。 比如说猴。 我很多时候听人家读猴。 猴。 猴。 是这种音的。 是这种音。 那这个是不对的啊。 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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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发完了猴之后呢,你把舌头卷上去,就已经可以了。 猴。 短尾的猴。 猴。 还有一个老猴。 还有一个小猴。 好,我们听一下啊。 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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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王找到了一个大西瓜。 可是,怎么吃呢? 这个猴啊。 是从来也没有吃过西瓜的。 忽然,它想出了一条妙气 于是,把所有的猴都召集起来,对大家说 今天,我找到了一个大西瓜 至于这西瓜的吃法嘛 我当然,当然是知道的 不过,我要考验一下大伙儿的智慧 看看谁能说出这西瓜的吃法 如果说对了,我可以多赏它一块 如果说错了,哼哼,我可要惩罚它 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谁也没有吃过西瓜 小毛猴眨眨眨眼睛 挠了挠三说 我知道,我知道,吃西瓜吃啥 不对,不对,小毛猴说的不对 短尾巴猴跳了起来 我记得去年和爸爸到姑妈家去的时候 吃过,吃过甜瓜 吃甜瓜就是吃啥 嗯,我想,这甜瓜是瓜 西瓜也是瓜 吃西瓜嘛,当然,也是吃啥了 这时候,大伙儿,大伙儿 大伙儿争执起来 有的说,吃西瓜吃啥 有的说,吃西瓜吃啥 他捋了 他捋了捋胡子,说 他捋了捋胡子,说 吃西瓜吃啥 吃西瓜吃啥 猴王,认为找到了正确答案 他站起身来,上前一步 说道 对,大伙儿说的对 吃西瓜是吃啥 哼,就小毛猴一个人说吃西瓜吃啥 那就让他一个人吃吧 咱们大伙儿都吃西瓜皮 西瓜一包两半 小毛猴吃啥 大伙儿就共分西瓜皮 一只小猴刚吃两口 就捅了捅旁边的伙儿说 我说,这西瓜怎么不对味儿啊 老弟,我常吃西瓜 西瓜嘛,就是这味儿 不会吃西瓜的小朋友们 记住了,吃西瓜可不能吃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懂就不要装作很懂的样子 不懂就是不懂 不懂就得虚心求教,好好学习 不懂 好了,听完了吧 睡觉了 什么故事啊 猴子吃西瓜 好,老师说的这里面有 我们主要有猴王 小毛猴 短尾个猴 和老猴和小猴啊 刚才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 猴王的性格大概是什么样的 不懂 这个小猴王 对,他们两个是差不多的 就是不懂装懂 不懂装懂 还有没有啊 对,其实是有点了 因为他其实不会 但是呢,怕其他的猴呢 看不起他 因为他是猴王嘛 所以有一点这样的性格在里面 那么我们怎么样表达这种性格 等一下 我们再练习一下 好不好 好,那么先来看一看啊 猴王 猴子吃西瓜 好,猴王找到了一个大西瓜 可是怎么吃 猴王就是自以为是不懂装懂啊 那么小毛猴呢 小毛猴怎么说啊 小毛猴说的话大家记不记得住啊 吃西瓜 我知道,我知道 吃西瓜吃什么 羊 羊 吃西瓜吃羊 这个羊是要说耳化音的 西瓜里面的肉就是羊 花羊 羊 所以是吃西瓜吃羊 那么你要把这个读好 其实不是太容易 它也有一点音在里面 对吧 吃羊 皮就不能说耳化了 皮 很厚的皮 吃西瓜吃羊 所以它的性格呢 是 小毛猴啊 活泡 活泡 机灵 它有什么说什么 对不对 我知道它不会想的太多 想嘛 所以它想什么就说什么了 刚才他说的这句话 同学们都记住了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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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西瓜吃羊 是吧 这个短尾巴猴呢 短尾巴猴呢 就是说 对不对 说小毛猴不对的那个 它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跟猴娃一样 保守 它比较保守 它比较保守啊 哦 对我们同学呢 这个意见 还都可以 还有没有能结束啊 短尾巴猴 那挺认真的 是不是 也可以说有点死反 是不是 哎 好 那么 它的性格就是 严肃认真 还有 有板 有眼 啊 有板有眼 老猴呢 就是老猴啊 老猴其实它也不是太懂 对不对 但是它也要保 就是说 也要维 维护一下自己的尊严啊 其实也有不懂 装懂的意思在里面 是吧 而且 它不懂 它也不会说不懂 因为它是老猴嘛 老猴怎么能不懂呢 而且它觉得它说的话呢 大家都会听 所以有一点什么 以老卖的 装腔 做事 装腔 做事 最后这个小猴啊 小猴说什么呢 最后这个小猴 最后这个小猴 最后这个小猴怎么说的 最后这个小猴 这小猴 对 这小猴 这小猴 这小猴怎么有点不对味儿 但是 它敢不敢说出来啊 不敢说出来啊 不敢说出来 那我们就 这个故事里面 这几个角色啊 这几个角色 性格其实是很分明的吧 啊 性格很分明 那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一些技巧了啊 表达的技巧呢 你要把这些人物的性格通过你的语言来表达出来啊 表达出来 好 那么看这个啊 看猴王吧 哎 有一定的威严在里面 是不是 要有一定的威严在里面啊 啊 然后其实它也是不懂装懂的啊 啊 那么我们的声音 能不能太小啊 哎 不能太小啊 嗯 那么 那么 可不可以就是 说我满怀信心的这个表达出来呢 也不行 因为它其实是有 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的吗 感谢 哎 所以你也不能说 我知道 这个就是呃 就是吃皮的 或者是怎么回事 他不知道 所以要表达出来一种感谢的心情 啊 感谢的心情 啊 有没有小朋友来试一下啊 怎么样 你先把这个音符好啊 跟老师试一遍啊 我今天找到了一个大西瓜 这个西瓜的吃法嘛 我是知道的 不过我要考虐一下你们的智慧 看看你们谁能说出西瓜的吃法 刚才老师没有加进去信调的啊 好 你自己要加了 你不能这样的啊 就要停着读的 是不是 来 好 站起来好吧 哎 我们又读完一点了 看不看得见 远一点 在这 好 声音大一点 我们同学听啊 要表达出来他的性格啊 不懂 庄懂 有威严 又有一点担心 又有一点担心 胆怯啊 表达出来他的性格啊 我今天找到一个大西瓜 这个西瓜的吃法嘛 我是知道的 不过我要考虐一下你们的智慧 看看你们谁能说出西瓜的吃法 好嘞 首先这个语音是非常的标准 是不是 语音是非常标准 很有勇气的啊 很有勇气的 如果是在多练习两遍会更好的 是吧 多练习两遍会更好 那么就可以表达这个感情方面 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一点 再强一点 是不是啊 比你平时认为的你这种表达 稍微再夸张一点 是不是啊 声音也可以再大一点 诶 大一点 对我们同学都可以了啊 自己都可以能分析得到 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表达方式会更好 是不是 你看这个 嗯 我是知道的 不过 不过 你这个就可以会会儿的把它 嗯 演绎一下 啊 演绎一下 好 下面一个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诶 小毛头了 这个比较简单 刚才那个挺多的那个字啊 好 这个同学们 诶 谁给老师来演绎一下这个小毛头 来 这个小毛头来 嗯 嗯 嗯 您都没问题了吧 我知道我知道 吃西瓜吃羊 吃西瓜吃羊 哎 你要表达他国婆机灵哦 是不是啊 他的性格是什么 国婆机灵 哎 国婆机灵哈 好 开始 我知道我知道 吃西瓜吃羊 嗯 来鼓励一下 哈哈哈 好不好啊 哎 很有勇气啊 哪个同学可以表现得更好一点啊 啊 这个手挤得很高啊 出之来啊 来啊过来 哎 刚才同学们听听到那个录音 这个小毛头 啊 兴奋了 或者是 有一种那个兴奋的感觉呢 其实有一下啊 对 兴奋了 嗯 嗯 因为 有的小朋友读的时候 他以为就表达得好 那么 可以再 嗯 看你怎么样去 找他发挥的更好啊 我知道 我知道 要快一点 是不是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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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吃西瓜吃羊 哎 生料要向上 吃西瓜吃羊 羊 哎 哎 好了 再来听到我 好不好 认真哦 这个小猴是不是认真 这个小猴很认真哦 不对 不对 吃西瓜 是吃皮 我记得去年和爸爸到瓜家去的时候 吃过甜瓜 甜瓜是吃皮 西瓜也是瓜 当然是吃皮了 就很认真的 他 当然是这样的咯 是不是 嗯 吃皮 啊 就是这种感觉 啊 这种感觉 刚才 小朋友来吧 试一下 来来来 站到那里才可以 站到那里才可以 要不然都看不到 哎 站到这里 哎 啊 认真嘛 这个小 这个 是不是小短腿吧 猴啊 非常认真 认真的人是怎么样的 一种表情的啊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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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西瓜 吃西瓜 是吃皮 我记得去年跟爸爸到姑妈家去的时候 吃过甜瓜 甜瓜是吃皮 西瓜也是瓜 当然是吃皮了 谢谢大家 有一点就是让我们很高兴的 就是这些小朋友的发音都挺好的 是吧 发音都是挺好的 所以需要我们在什么 在大家都发音都很好的情况下 怎么样才能比高低啊 是吧 哎 对 很重要 就是要多做 其实这是一种表演 啊 其实这是一种表演的艺术 啊 表演艺术 表演艺术其实要抽离我们的生活 要稍微夸张一点 啊 稍微夸张一点 啊 好 再来一个啊 嗯 还有一个猴 是什么猴啊 哦 这个老猴可不怎么好说啊 是不是 这个老猴 老猴不怎么好说 是不是 嗯 首先 这个老猴声音一定要低一点 而且要什么 粗一点 啊 老猴说话一定是 不是那么流利的 是不是这样 啊 不可以很流利的把这个 读出来啊 嗯 嗯 所以这个语调呢 要什么呢 要有一点的曲折啊 这种 这种 哎 好 这个小朋友来了 哎 哎 看我小朋友都大胆了 哈哈 哇 挺远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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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猴啊 记住啊 老啊 你老妹老啊 啊 老啊 老猴 重点是老 好啊 慢一点儿 老猴说话要慢 嗯 吃西瓜嘛 当然就吃皮了 我从小就爱吃西瓜 而且一直是吃皮的 哎 这个时期非常的高 哎 非常好啊 这个 就根本不是她自己的 生意分 是吧 喔 哎 那这种 它会非常的 这个 刚才我们大家听的 就是这种感觉 对不对 哎 非常的好 嗯 所以我们读的真的是 我觉得你读的比老师还好 最后一个小猴了 小猴是不是担心呢 男小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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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过的 这里叫做没读过的小朋友 这样又没读 看读的学 紧手 男小怕事 这种小猴也不敢说 好 诶 我说这西瓜怎么不对那儿啊 这小猴不怕你骂人 这小猴 而且这个有一个发音发错的 是不是不离开的味儿呢 不对味儿的 不对味儿 不过也是不错的 是不是 但是语速方面 是不是要再感见一下好一点啊 啊 说 哦 我说 我说 对 我说 他想一想 对 能表达那种感觉 我就总说不说呢 是不是 我说 我想说又不想不敢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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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要 而且那些 刚才这种啊 啊 啊 不是说照着这个读 我说 这西瓜怎么啊 不对味儿 不能是 这种是没有对象感 你要想象 你要想象你一个跟一个小跟一个同伴在说 跟一个同伴在说 演练的更好 另外呢 也可以通过什么呢 一些语气啊 语调的表达 来把这个故事讲得生动啊 比如说 重音要找好 对不对 重音 啊 重音 下面红子 带点字就是 猴王 啊 大西 是重点 可是 怎么吃呢 对吧 这个猴啊 不要读成这个哦 一定是 这个啊 是 从来 对不对 从来 要重音 想出一条 妙气 啊 于是 把 所有 重音的 都 找集起来 好 那么重音要找好 语调啊 语调 语调 语调也很重要的啊 你这故事 故事才生动啊 要不然就很平淡了 我们看多一遍啊 看一下 猴王 找到了一个 大西瓜 是 醬料 啊 可是 生还是醬啊 可是 生还是醬 下面这句话 可是 怎么吃呢 诶 下面是 是 这个猴啊 是 从 来 也没有 不是 对 诶 这个应该是 生蚊 这样 那 其实 这样应该是 是一个 陈述的语气 陈述的语气 是 从 来 从 啊 是一个陈述肯定的这种语气啊 是 从 来 也没有 吃过 西瓜 啊 然后呢 忽然 同学们怎么表达 忽然 是 生还是 叫 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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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了那么多了啊 降了那么多了 你应该升一升了吧 通常一种钓呢 基本上你不能超过三次 啊 三次都是降的话 那个就 不好了啊 啊 忽然他想出了一条 吊气 诶 于是 把 所有的猴都 召集起来啊 照 都啊 都 召集起来 对 大家说 那么大家就是一个评论啊 就是一个评调 然后注意停顿啊 停顿很重要啊 停顿是也可以给听众一个遐想的空间啊 所以那个 你非常的急的话 一般都是不是太好的啊 对 大家说 一定是有一个 稍微长一点的停顿 啊 那么就是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啊 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啊 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啊 那么这个猴子之西法啊 西法的同学们 呃 可以从这个故事老师的讲解当中呢 呃 呃 那今天就差不多了啊 呃 呃 老师总结一下 我们 呃 今天我讲的主要的内容呢 要把这个 故事 讲得好的话 发音准确 词汇词 词汇与法规范 基本要求 内容合理有层次才能带出一个道理 道理重要 演艺得当啊 表达流畅啊 表达流畅 啊 角色对于鲜明啊 啊 刚才我们已经做过这个演示了 嗯 然后呢 最好是配合适当的音效 啊 配合适当的音效 啊 那么如果是大家想看这个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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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我们 香港古东话研习社的这个网站上面 其实都可以找到 啊 找到 好 今天那么就到 这里了 好吧 欸 谢谢大家